跟著大戶走 財富一定有 我是李宇軒 您現在收看的是大戶羅盤 籌碼動能 籌碼動足先機 懂能掌握機先 大家好 我是謝忠霖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能 大戶羅盤的盤後期盤視頻 好 我們直接來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上漲124點 OTC小跌0.2點 接下來兩天應該會準備震盪 甚至震盪的幅度有可能會稍微大一點 為什麼 我希望我們一直跟大家提的是什麼 這一塊對不對 這是OTC的部分 OTC今天這一根K棒其實他收的 沒好看 太沒水了 這個黑K棒上線很長 而且有一點點帶量 一定有事件會這樣子 OTC今天是8號 8號其實就美國這邊 他要期中選舉 那期中選舉這個部分 我們不多談 我們跟大家提什麼 其實期中選舉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 接下來 10號要準備公佈的CPI 那CPI 你記不記得之前 之前為什麼大盤會整個崩下 但第一個升級 對不對 那升級的原因是什麼 通膨 就是美國的通膨 CPI的部分 超乎預期的 所以 你10號公佈的數字到底是怎麼樣 說真的不知道 因為過去為什麼會崩 很簡單 大家都預期很好 我就預期 可能會從高點開始往下降 結果一公佈出來 哇 這個數字真的是蠻難看的 所以 所以就是 你10號又要公佈的情況之下 現在已經8號 純能鋼 所以市場上怎麼樣 會害怕啦 會擔心這個東西啦 所以應該就是比較偏 接下來應該是比較偏震盪啦 那 要看10號公佈的數字到底怎麼樣 如果說OK的話 那可能沒有問題 OK的話就沒問題啦 就是 可能這邊稍微吐個兩三天對不對 吐個兩天然後呢 然後公佈出來沒問題 要反彈繼續反彈 要漲繼續漲 那如果說有問題的話怎麼樣 如果說出來是 數字不好 數字不好 可能就晃比較大啦 好不好 就會晃得比較大 雖然說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可能要怎麼樣 就是 有些有鑽的喔 有鑽的就是 應該是 鑽在檢點要粗一點 可能會稍微安全一點啦 就是有鑽的啦 就是已經在天上了 那個整個 過到天上 開始慘了害怕的 放點在口袋 可能會稍微會失敗一點 好不好 那我們之前跟大家提到過 比如說那個精銳 這我們跟大家提了嘛 這個已經噴到天上怎麼樣 然後刷來刷去嘛 像這個就開始洗了嘛 開始洗 放在口袋比較實在了 然後這個冒順 冒順我們也講一段時間了 然後呢 這個也整個衝上去 啊衝上去當然昨天 昨天 昨天衝出去上影線很長 結果今天呢 今天馬上又往下掉 這種基本面沒什麼問題的啦 只是怎麼樣 只是 應該是說 這種它的量 其實這股票的量 其實它是稍微小一點 因為它不是那種大隻 它是屬於小隻 小而美這種型的 那小而美這種型的話 你遇到這種 比如說 10號要趕快公布CPI了 市場上沒有把握 到底會出來輸出大概怎麼樣的話 如果說你而且 而且 這種衝到天上 就已經創新高的股票 這都是隨便出的 雖然震盪很大 我認為很正常啦 但是 如果說我押回來 比如說 像他這個 之前的冠金在哪裡 之前冠金都在月星嘛對不對 如果說我押回月星的話 搞不好還可以留意 所以同朋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其實我們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應該怎麼樣 就是 先講究不上升 再講究療效 這種都是基本面很好的 就是 等於隨便 不會燃燈 洗來洗去 塞來洗去 短天上可能套住的 這個 後面只要那個 就是 讓整個大盤整個掉下去 那種消息沒有 就是那種因素沒有了 其實後面弄一弄 就弄弄弄弄 他又跑回來 好不好 所以像這種基本上 我認為還是一樣可以持續做留意 那現在這個立端也是一樣 這立端也是從下面勾勾勾勾勾勾勾起來 然後在那邊洗來洗去 季線這邊一定會洗啊 有沒有 這季線這一定會洗啦 一定會洗啦 那洗洗當然就是 他在那邊洗 先出嘛 先出後面看怎麼樣嘛 反正就是 其實 股票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的方法 方法在不在 如果方法對的話 其實 都會找到下一支 好不好 那我們昨天跟大家提到過技嘉 技嘉我們昨天有先當充一半嘛 就是 在98塊那邊 卡位買好 然後呢拉到90塊 10幾塊 103這麼有先出 有先當充一半 今天怎麼樣 今天 他也看著洗耶 其實應該這麼講啊 你在過去幾天喔 就是這種 就是突破 往上衝的 過去幾天他都有續搶力 對不對 不過今天開始怎麼樣 今天開始那種續搶的喔 續搶力道可能比較沒有 那比較沒有的話 其實就像我剛剛跟大家提的 今天8號美國群眾選舉 再來是10號 10號是公佈CPI 也就是這兩三天的那個 國際震驚喔 國際的這部分是影響比較多 所以市場上這件開始怎麼樣 開始好像有一點收錢的動作 不過像這個我認為也沒什麼問題啦 只是長多 應該是 稍微做一下震盪而已啦 稍微要做震盪 反正就是要震盪的時候 後面怎麼樣 再說嘛 有賺錢 先把它收回來 反正 麻雀戰法嘛 有賺錢先放在口袋裡 好不好比較穩 那其他的像這個 這個我認為我還是這樣可以 因為像這個 有點像壓樂透啦 像這種保齡啊 台康森 這種都是有新藥的啦 那我昨天在節目上跟大家提到過 就是 為什麼 比如說像 為什麼買台康森 那甚至說 頭戲這邊為什麼卡在這裡 其實就這個 就這個部分啦 其實就是這個 藥的部分啦 因為第四季 他們第四季怎麼 第四季的藥症可能都隨時會下來 因為現在11月了嘛 11月就這一兩個月的事情而已 那這也沒關係事情而已的話 如果說以 新藥這種公司來講 新藥這種公司來講 你要嘛就不動 如果藥症拿到怎麼樣 藥症拿到就是 如果說氣氛稍微好一點的話 就怎麼樣 就大漲特漲 所以 像這個我認為我還是這樣可以持續做觀察 應該這麼講 應該這麼說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的股票 都是算可以交出數字的 那 有拉上去先出 掉下來呢 掉下來還可以再減 那掉下來再減的話 也就是說什麼 這兩天如果會震大 那會掉下來的話 你還是可以留意哦 不是說什麼 啊我出掉 我們先獲利出場 後面不管他 也不是這樣子哦 拉上去 你這幾天如果掉下來的話 你只要你掉下來 有配合點還是可以減 好不好 所以 就這部分的話 其實應該這麼講 就是 這兩天盤可能會做震盪 但是呢 但是 不用看得太差哦 如果10號沒什麼問題的話 就是怎麼樣 漲勢基本上是持續的 就會持續啦 但是像這個一樣 好不好 其實 像這個金居跟那個台藥 現在我們也在 之前跟大家提到過 這一天 昨天金居上去嘛 通通 就像我跟大家提的哦 昨天他噴 這個整理完 就沖一根紅貼上去對不對 今天變這樣 然後呢 那個 技嘉也是這樣 通通 不是說他們不好哦 當然漲多震盪 漲多震盪很正常 主要就是卡到什麼 卡到選舉 美國選舉了 還有什麼 還有CPI啦 主要卡到這兩東西啊 這兩東西 只要 10號這個部分 確定沒有了 11號他又開始 基本上應該又開始了 你懂我意思嗎 等於這兩桶也稍微寒一下啦 好不好 所以 如果說這樣的話 震盪這個應該是要留意吧 啊 因為怎麼樣 因為像這種都是投信怎麼樣 我 其實就CCL跟銅箔基板 就那個CCL跟銅箔部分 其實有四支股票 金居嘛 台光電 台藥跟聯銅嘛 基本上四支嘛 那四支為什麼我只抓這兩支 其實這兩支的籌碼 其實也比較有點類似啦 因為像這種之前 比如說像金居來講好了 他投信之前都賣光了 你知道嗎 投信之後賣光了 如果說以投信部分 如果他第四支要作帳的話 你不用擔心說什麼 不用擔心說 我這邊新金居買的投信 除非這新買的投信他怎麼樣 他可能發學不對 他會反手把他賣掉 除非是這樣子啊 但是這個機會其實不太大 因為剛買而已嘛 剛買就要賣不是很奇怪 所以這種就是比如說 我們假設這是新投信對不對 你新投信進來買 那有沒有救投信送給他 沒有啊 你懂我意思嗎 沒有啦 沒有救投信送給他的 因為之前全部都賣光了 之前的投信持股是零啊 沒法定位啦 都清光了啦 所以如果說以這樣的話 就是這個卡在這邊 然後昨天 昨天還在買 昨天還在買的話 其實就怎麼樣 就是這種籌碼 基本上他是全新的啦 然後像台藥也是一樣 這個在 這邊低點之前 這也是投信全部清光光 基本上沒有啦 投信都沒有啦 都賣光了啦 賣光了啦 賣光了怎麼辦 重新開始買 那重新開始買的話 如果說金區在上面帶的話 其實像這個就怎麼樣 像這種就是在下面跟的 他就不會掛點 而且呢 而且 現在是公佈10月營收對不對 公佈10月營收好不好 不好嘛 啊不好 欸不好沒有跌 你發覺這件事情 公佈10月營收出來 竟然是沒有跌的 你知道嗎 其實他們應該有點像 景區巡返股啊 就是最差的狀況已經過了啦 你最差狀況過的話 你10月這個地方 其實大家都非常清楚 是消費性 消費性的產品 基本上本來都往上 基本上是沒有起來的 但是沒有起來 但是他們在漲是什麼 他們漲不是消費性 他們漲是伺服器的部分啦 AMD的部分 跟那個Intel 都要推新的伺服器嘛 那個AMD的誤問10月已經開始出來了嘛 Intel也快了嘛 因為AMD出了 Intel你還不出 你是怎樣 要被屌打嘛 所以像這部分就是 最差狀況過了 然後頭信開始重新再買 重新再買的話 沒有舊的頭信賣啊 除非他們自己買自己賣 我買了 今天買隔天發覺賣出了趕快賣 不太可能啦 機會不太大啦 因為如果說要做的話 一般來說都一個季度 好不好 就是一個季度啦 那一個季度的話 就沒有舊的頭信 沒有舊的頭信到貨啊 差不多這樣 所以就是 這兩次都是之前頭信全部賣光光的 買了之後 都清掉了 全部賣完啦 全部賣完賣完又開始買 所以 如果說這樣看的話 應該是不同掛的 因為這邊都在賣嘛 毛起來賣 幾乎都賣完了 賣完又開始買 這應該是不一樣掛的啦 其實頭信很多掛啦 好不好 有7-11的啦 有巴德路的啦 有鳥頭牌的 好不好 很多啦 很多啦 還有學長學弟的 某個學長的 一大堆 所以這個應該是不同邊的 那不同邊的話 像這種就是從下面撈起來 現在在這個氣線這邊整理 應該氣線完 應該這麼講啊 他這個掌上去在這邊整理喔 再拉一根對不對 像這個也是一樣啊 應該掌上去整理 應該再拉一根吧 應該是這樣吧 然後這一根 今天這個黑黑棒是什麼 就要CPI啊 要CPI 這停定 這不是青菜北的心態坦 所以這樣子 其實我認為很正常 但是 如果接下來 兩天是有震盪的話 其實也不用看太壞 好不好 應該是 應該是要逢低 應該是要早買一點 像這個四竹賽也是一樣 好不好 四竹賽的部分 像這也是 都是 都是法人有的 那都法人有的話 其實像這種都是什麼樣子 都是勾起來 然後呢 這個是 一樣啊 這種頭牌 這種是多頭股耶 他不是空頭股耶 這種是多頭股耶 因為怎麼樣 因為 月線在季線之上 像這種是怎麼樣 這種是有跌下來的嘛 但是跌下來 這個底群都 打完了 然後呢 這邊開始在拉紅K棒 所以呢 所以我們做個結論 就是 如果說以盤來講 今天是8號 然後呢 後天是10號 其實今天開始有 起重選舉嘛 美國起重選舉嘛 但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10號的那個CPI的部分 那CPI 在過去幾個月 很多人被嚇到 應該沒錯嘛 很多人被嚇到嘛 一公佈 哇 美股就中錯 台股跟著中錯 在過去三次 連續三個月都這樣子 然後一下來不是只跌一天而已 一下就是一段 好不好 所以現在準備公佈 10號準備公佈CPI的部分 市場 它會 因為有之前不好的經驗 所以這兩三天 這裡應該是兩天啦 就到10號啦 10號晚上公佈嘛 11號都知道了嘛 應該這兩天 排面上 可能會稍微震盪一下 但震盪一下 我個人認為啦 震盪一下 其實就是震盪一下而已 你好的股票 那反而開始在卡位的 然後呢 明年開始 應該說明年 後面有些題材的 其實這個地方 它的題材不會因為什麼 那個消失 除非你又崩盤 崩盤那沒辦法 結果說不出來哇嚇死人 比如說又久了 哇那個就整個崩掉 那崩掉都沒辦法 但是 以目前來看 那機遇不大 好不好 機遇不大 所以就是應該震盪一下 那震盪一下 如果說有好的 我們剛剛跟大家提的標題 如果說有震盪也要下來 比如說像之前有噴出的那種對不對 噴出的 也要回到月薪的部分 基本上我認為都還可以再留意 好不好 雖然雖然就是 以指數來講 冷鋪應該太難害怕 但是呢 各無表性的部分 我認為還是一樣 你可以 所以 觀察一下 然後你的決勝點要什麼樣 你的決戰點應該是要拉到 10號公佈CBI以後 沒問題的話 有題材的基本上還會繼續上 好不好 所以我們跟大家提的是什麼 操作方法 有操作方法就有獲戀能偶的下一支 好不好 喜歡分享的話可以點個訂閱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跟你們喜歡的第一時間 推播通知情 我記得各位分享到這邊 籌碼董族先機董能掌 我今天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明天見 拜拜 - 滑冠投顧- 首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 滑冠投顧- 111- 儘管投顧星字第015號 - 滑冠投顧111- 儘管投顧星字第015號 - 滑冠投顧111- 儘管投顧星字第015號 - 滑冠投顧111- 儘管投顧星字第015號 - 扶冠投顧星字第1號 201- 突破 2.4